立場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第四集的《生活的立場》 我是今天的主持蔡俊傑 阿Sam 而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我們的龐伯君 文卓心 嗨 你的英文名字是否叫阿Sam 是呀 早就知道了 特意說 沒錯 今天兩個阿Sam一起主持這個節目 而我們這集其實兩個未來不同的節目 都會說一些動畫 漫畫 甚至是一些遊戲遊戲 電影各方面都會洩裂 這麼開心 你自己是否熟悉這四方面呢 不熟悉都不會過來了 生活的立場叫到不熟悉都馬上咪到熟悉才上來 但這四個範疇有沒有說哪個範疇特別熟悉呢 全部範疇都不太熟悉 但很想熟悉 因為我覺得在生活當中很調劑到生活 甚至乎都不敢說是調劑 簡直是應該是生活的一部分 嗯嗯嗯 即是那些動漫打機啊 電影啊 其實有些人會覺得音樂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未必是音樂調劑他的生活 我覺得這幾樣東西都是我生活頗必須的部分 沒錯 而且我覺得現在這個年代 其實這麼多東西是分不開的 譬如今天大家看到的畫面都知道 我們今天最主要講的作品就是EVA 即是《新世紀呼音戰士》 其實這個作品本身已經包含了很多東西 即是無論是遊戲遊戲 動畫 漫畫 各方面都包含的 是的 不如說一下你自己是多少歲 或是幾歲已經開始看動畫 多少歲啊 其實我首先接觸動畫 一定是動畫 但是多少歲很模糊 因為依稀的印象是我幼稚園的時候 幼稚園好像是90年代初 我的印象 我現在知道他們是哪幾套 是《舞名》 《飄靈宴》和《美少女戰士》 但是當時我只是有他們的形象 不是很清楚他們說什麼 只是有個音樂 《飄靈宴》 《米桃孤宴》 《小孤宴》 還有《長腿叔叔》 但為什麼會選擇這些作品 你問我什麼時候接觸 我是被動式接觸的 因為我姐姐大了我幾年 大了我五年多 她就真的小學在看 買那些《美少女戰士》的模型 我就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剛剛學會說話 還有會寫自己的名字 因為 我自己覺得 一個小朋友的興趣 很多時候不是自己選擇的 是父母或者是有哥哥姐姐 就是由他們開始影響自己 是 等於你現在出商場看到那些年輕人 三歲穿著 新世紀福音電視T的 他鬼知道嗎 只有三歲 自己的名字還未懂得寫 應該很大機會都是父母 自己很喜歡 然後逼他穿 絕對是這樣 所以一開始被動 他認識的是少女的動畫 我形容為 因為我有個姐姐 她喜歡的東西是很典型 很經典 熱門的一些動漫主題 所以如果你問的話 初期就是這幾種 真的在董事一些小學的時候 可能是納不小生 我也有看過 納不小生 因為主要都是色情 最主要是絕對不關他可愛 是他夠色情 很難有一套角色是三歲 即是幾歲才有幼稚園的學生 是這麼色情 經常露某些部位出來 沒錯 還有藍兒當勒津 我忘記是重播 應該是重播 因為他好像是九二還是九三 還是九一 剛剛出生不久的歲數 沒錯 應該只有幾歲 應該是 我也是看重播 還在那時候 斷定了籃球作為興趣的 我本身也很喜歡打籃球 都是因為 沒錯 絕對關係 是九零 漫畫 那時候真的還沒出生 九零至九六就是漫畫 我看看他 立即看電視動畫 就是九三年 當時只有兩三歲 你只有一歲 絕對不是看直播 絕對不是追直播 是重播 即是我的形容 自己追動漫 喜歡動畫 那樣東西都是從小時候開始 即是那時候都會被動 懂得看電視劇 但如果有得選擇 都會看動畫 譬如買個書包 一定是動畫人物的公仔 放進去 不過你說小時候 以前看動畫 很多時候都是 當是很可愛 你不說你自己的 我正是想說 因為你剛才說《立不少生》 我小時候都是看《立不少生》 以前都是因為亞視有播 現在沒有亞視看 但以前亞視每天一放學 或者會錄下來就去看 但我發現 原來大過了《坐在重生》看漫畫 原來它不是一個給小朋友看的作品 原來很多時候 它裡面的劇情 說的東西 原來是一些大人向的東西 可能它裡面有些訊息 是反映一些大人想做 但小朋友才會做到的東西 可能一些是色情的東西 或者是去諷刺社會時事的東西 可能它也是透過小朋友的白口 然後就告訴別人 或者是在控訴社會 但我發覺其實很多作品 是你大過了再重新看一次 你才發現原來裡面 有這麼多秘密訊息 是的 沒錯 你剛才所說的小朋友動畫 是給大人看的 我簡直覺得 超過九成的動畫作品 動漫作品 是給大人看的 是 或者應該這麼說 真的是老少咸兒 不同階段的人看 會得到不同的訊息 因為其實 如果你留意 那些動漫作品的作者 多數都是有些經歷 譬如拿筆笑身 作者可能一寫的時候 他都已經三十幾 三四十 你不要管角色有沒有長大過 但其實作者每年都六一歲 他一直長大下去 所以絕對他的經歷是一直增加的 所以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有經歷的 沒錯 一個作品一定是反映作者的經歷 好像作詞人 作歌 他作每一首歌 可能背後他曾經失戀 所以他才會有這樣的經歷去作詞 甚至乎我覺得表面上是小朋友向的動畫 尤其是最近Pixar的作品 是很適合成年人 甚至作為父母 即是靈魂奇遇記 對 我最近看了《盛夏有情天》 嘩 差點哭 很可憐 他的角色設定幾歲小朋友的友情 看到我幾十歲的人眼淚淚 絕對是 這個我認為是動漫的魔力 因為他在那個叫做非現實的動畫世界裡面 他好像將所有感情都會再放大很多倍 即是那些角色又很鮮明 表情畫得很誇張 眼睛又凸出來 即是比起現實的情感是會加倍放大 更加直接 也都不需要合理 因為我是一個很容易 看劇情也好 很容易哭 我不會用這個字 感情很容易放大 譬如憤怒會很生氣 很生氣也會很生氣 開心也會很容易看那套 因為劇情而獲得快樂 所以我很喜歡看動畫 譬如我們今天這個節目 我主要講Eva Eva你會怎樣形容心情 譬如小時候看完到現在看劇情 有沒有不同度 我也想困一下 第一次接觸Eva是何時呢 因為Eva真的推出是1995年 我計算電視的動畫 因為漫畫我那時候還沒看 因為太小時候 我接觸好像是小學 是不是小學呢 好像是 總之我記得我是未懂事的 也是推出很久 對 推出很久 然後可能是姐姐看 她自己又拉著她的衣服給你看 完全不知道她說什麼 對 但是她 可能現在也不明白說什麼 她畫面也很色彩的 因為不同的 即是她的初號機等等 是很鮮的顏色 對 還有覺得姐姐的角色很性感 嗯 即是大約會分他們的身材也不錯 是 是 之後那些是完全不懂得分析的 還有她那些正義的機械人 她那個模樣 她不是典型的正義樣子 那個感覺 即是初號機好像怪獸 好像怪獸 因為那時候也有接觸高達 覺得高達才是正義的戰士 那我就覺得兩個可惡怪獸在那裡打 不看 只是看姐姐 那時候第一次這樣說 沒錯 你接觸的是什麼時候 我第一次好像是去大學才看 哇 其實我很後才看 即是朋友介紹我才看 哦 新朋友 沒錯 但我覺得最大的分別是 以前那個年代 除了F還有一個超人 以前超人的形象 在那個年代就是一些好正義 光之巨人 但同時你對比一個這麼大型的人形物體 EVA真的好像一隻怪獸 你看到她是怪獸打怪獸 但那個年代其實就會發現 原來她背後 很多時候有人都說 EVA通常分兩種 一種就是看不明白這部電影 你之後要做很多資料搜集 做很多資料搜集 才會明白原來她裡面說的東西是這樣 而第二種就是 就算你明白這部電影 你也不明白她背後想說什麼 可能她背後有很多秘密訊 涉及到宗教 可能涉及到政治 甚至涉及到她當時的年代的歷史背景 例如1995年的時候 日本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再有EVA這部電影 再有那篇故事 你這樣講到好像 你已經做了資料搜集 少少 少少 是否要分享一下 但我也可以覺得簡單 在你拋書包之前 你的書包先拿著 抹黑弓 準備丟出來 我又可以分享個人 我在EVA大約是 一二三四四四 主要是四個階段 我可能看過五六次 我也很多 五六次 第一次是完全忘記幾歲 應該剛剛會寫自己的名字 完全不知道她說什麼 第二次是高中 高中 我知道新世紀福音戰士是很熱門 很出名的神作 再看一次 看完 嗯 不明白 我知道她是很高深的作品 在我當時的水平 我知道她很難 我知道她很高深 不懂 看完 算了 寧波麗依然吸引 是的 葛誠依然正 但是 我知道她很難 不明白 去到大學了 再看 一知半解 好像她有些 好像能夠收到一些東西 嗯 好像設定有點隱喻 但是不太明白 做研究 大學Google就是大學生的好幫手 相信你也是 沒錯 這個遺跡 沒錯 看很多 然後原來有這樣 是 看很多不同的研究 但是都覺得自己還沒有最懂 好了 到出來工作之後 再看 嗯 我知道了 我也是不明白 但是我不需要明白 就是我誤到道理 是的 就是 其實作者有個作品出來 別人就覺得很高深 有一些人就覺得她要瘋狂解讀 解讀完 還要寫一篇文 擺上網站 就厲害了 但是其實沒有正確答案 就算作者說得明是 她是因為A的初衷 所以有這個設定 但是如果你得到B 得到C 自己有啟發 那就足夠了 即是一百個人看 有一百種不同的分析 沒錯 因為你剛才也說了 動漫是文學作品 文學作品就是 每個人看有自己感受 還有我覺得 為什麼她是神作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她可以引起討論 就是我甚至覺得 就算無論現在的電視劇 或者動畫電影 甚至是最近電視台的一個真人秀 沒錯 那些遊戲節目 就是她可以引起到 網上討論區 或者很多不同的專頁和平台 她會有人寫文 或者會有很多人去討論 可能推出很多不同的報告出來 其實她已經是很成功 就是會令到多些人去想 她背後的什麼原因 意思 為什麼她要去找那些人去做嘉賓 找那些人去參加那些真人秀 各方面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成功的作品 而甚至當年是1995年的時候 即是你已經沒有電腦那些情況 都可以有這麼多人去討論 其實已經是完全是埋下了神作的伏線 其實覺得是 1995年應該手提電話都沒有抱 是啊 即是那個 是的 1995年 1995年應該真的 科技不是很發達 真的看漫畫才 即動畫都要很高成本 是啊 還有當年 其實在1995年的時候 可以稱為日本的動漫低潮 是 好了 書包要扔出來了 不是 我也想知道 大哥 你以為生活的立場 不是只聽我們分享 也有東西可以待到的 其實當年是因為有一宗兇殺案 而當時發現原來 去到那個兇犯 去到他的家裡 發現很多動漫角色 或者很多動漫作品 然後他就說 原來他為何要殺了四個小朋友 目的就是看完一些動畫之後 覺得要復活他剛剛過世的阿爺 然後那個年代的時候 人們就開始覺得 不喜歡動漫這件事 即是他覺得只是淘獨了一群 叫做御摘族 摘男 甚至乎令到 即是摘這個字 那個時候是很差的 那個感覺是 但是直到去到 即是阿爺的作品出來之後 其實就發現 整個作品的聲華很高 即是看到他原來一個 作品原來不只是說一些很熱血的東西 可能背後可以牽涉很多宗教 不同各方面的討論 才令到整個熱潮 又重新捲起來 是的 但是你剛才說的那件事 就是有個兇殺案的兇手 就是這個動漫迷 是啊 沒錯 即是這個其實我又可以提供到 譬如以前手舊一點的社會 那些家長是不喜歡那些小朋友 看太多成人向得很厲害的動畫 即是譬如那些打架 看打架片就會令到小朋友很暴力 即是譬如看好色的兒子 會不會看得好色的 你還是看回那時候還沒有拍照 即是還是看回那些再小朋友 那些… 那些… 什麼? 即是我不想舉例 但可能真的對小朋友講友情就算了 即是他們很怕小朋友學壞 但是又這樣說 其實成長就是這個世界 你要懂得分析不同的類型的作品 帶給你的… 怎樣說呢 即是他帶給你的訊息 沒錯 所以我覺得這個… 在這個點子 雖然到現在都還沒有拿捏到 即是如果我有個小朋友 我幾多歲才讓他看《新世紀福音展示》 還是可以像我這樣 三歲就可以看第一次 或是先讓他穿Cosplay的衣服 我不知道對他的影響有多大 但是毫無疑問 他們的作品的影響力是真的很大 沒錯 但你自己覺得 例如Eva和現實世界 有沒有什麼關聯呢 其實你自己覺得 Eva和現實世界的關聯 例如他的世界觀 或者你覺得Eva本身的設定上 其實和現實世界有沒有呼應呢 你自己覺得 這個一定有的 看任何東西都其實可以 可以堅強忍遇到的世界 譬如他一個崩壞的世界 你可以套在任何一個作者 或者你自己認為已經崩壞的制度裡面 譬如Eva裡面 其實就是在說世界幾乎末日 因為定期會有個使徒打爛了些東西 然後你又不夠他打 那已經很崩潰了 因為… 咦咦 我們有沒有講Disclaimer 即是那個 本節目將會講到兩個… 不是 講到一個《新世紀福音戰士》 我重新來 現在亂了 好 《生活的立場》第四集 將會講到《新世紀福音戰士》的內容 若然你是未看的話 請先看這套東西 再過來看《生活的立場》 會有非常多的劇情分析和討論 沒錯 現在未看 很快點離開 剛才也不算很劇透 剛才還沒進去 不介意 二十多年前的作品劇透 大哥 真的有個十五歲 剛剛才懂事 又想看的 也不要劇透 也是 對 回去先看 若然你現在已經看了 好 我們繼續 是 講到《世界觀》 我自己認為《新世紀福音戰士》 中學覺得很吸引 因為中學也是千禧年 那時候在香港生活都很像繁華盛世 做什麼都可以 在金融中心 突然間看一套動畫 以前再看的動畫都是熱血 火影 龍珠 突然間有一套動畫 很黑暗 說到世界是沒有希望的 因為看第一集覺得很沒有希望 這套動畫很沒有生氣 主角很抑鬱 極內向 又不肯多說一句 世界又崩壞 沒有人的 城市 城市是 一片海 紅色的海 然後烏鷹也沒有一隻 他在等巴士 但沒有巴士 司機開巴士 他是很不開心 是充滿著抑鬱 第一集 那時候是覺得很相似 我不知道他當時想反映什麼 但我的詮釋 例如我現在看一些很壞的局面 例如中學會考又失敗 搞不定了怎麼辦 當你前路很渺茫 不知道怎麼辦 可能就會有那個共鳴 或者是一些你覺得有無力感的時候 第一集很重 因為主角極廢 他覺得自己極廢 我不評論他是不是廢 先不評論 定真志 是不是廢 但他覺得自己廢 他覺得自己很無能 他最喜歡說的就是對不起 沒錯 正如我覺得 他最大的分別是 我未見過任何其他動漫 角色好像他那麼差 我覺得這個是特別的 其他角色 好像剛才你說的那些作品 主角都是一些很熱血 很有理想 很有目標 想成為世界第一 首先目標一定是很鮮明 即是有上進心 即是其實所有 都不是所有 不敢說所有 大部分熱血的神作 他們的主角都是理想老公 首先帥哥 頭髮怎樣下雨都不塌 然後又 那個什麼 剛才說的 有理想 上進 還有有一技之長 通常就是九尾 天生有些很厲害的技能 即是有家底 即是有背景 老爸有厲害 是不是又劇透了課映 總之你不要看著 你看了才過來 即是有背景 有些可能天生神力 體能很好 即是他好像沒什麼 只是因為那個伯父是高層 他也有些背景 即是只有你這個 他背景也很厲害 其實他背景是厲害的 即是他為什麼要坐到初號機 都是因為他媽媽 因為他媽媽的靈魂在機裏 雖然這個是劇頭 即是因為這個原因 但無論他自己本身的性格上 有沒有特殊能力 其實是接近零的 沒有的 即是甚至乎一開始 即是他爸爸找他去駕初號機 都純粹是因為 他是唯一可以駕到機的人 甚至乎他的作品 去到後期其實 他爸爸是不想他駕駛的 所以才會有一個模擬系統 令到他直接駕駛都不用駕駛了 我找一個系統去控制這部機 比你自己去操作好 即是看到他無論由一開始到尾 都是一個很懦弱 很沒有能力的人 但你怎樣看他 譬如最後去到電影版 但他反而是成為了世界最後主宰 這個 這個是很長的過程 是啊 如果你問我對於主角的看法 當然他對於當時讀中學的我來講 是很吸引的 因為他是一個很耐弱的人 又好像沒有什麼一技之長 做的事情很失敗 即是他初期都是做什麼錯的 即是亂了 所有的決定都是做錯的 所有的事情都錯 我想不是每個天生做什麼決定都適合 那些事情都這麼好的 我也不是很成功的人 所以我都覺得很慘 他後來應該會成功一點 又沒有 但是他最厲害 在當時教導一個中學生的事情 就是繼續嘗試 即是他都真的很差 弄爛了一些東西 但是又好像也硬完成任務 起碼他沒有死 即是他都保持自己的命 他厲害就厲害了 我覺得正的位置是 我的音樂很深刻 中學的時候看 這個是寧波麗有一次 因為他太廢了 這個主角太廢了 很廢了 那些事情要交給寧波麗去做 而寧波麗是做到很 即是他打過試圖當然不夠打 然後又 我忘了詳細是怎樣 偶爾就是他在很高溫 即是他被打低了 然後被困在駕駛艙上出不來 然後又不知道就是缺氧 拿著手就開 對 然後定真志又立即打贏了 然後拿著手去開 然後又有最出名的 寧波麗的微笑 對 寧波麗之微笑 對不起我不知道現在要說什麼話 然後他就說不用了 你微笑就可以 一微笑 然後就好像那個微笑 是改變了主角的一些內心 即他是覺得雖然我廢 但他真的很糟糕 我不做些事情令我倒閉 然後他又好像真的做到這些事情 又好像真的幫到 即是改變了一些事情 對 我覺得其實都很寫實 《新世紀方展示》 沒錯 因為不是突然間 原來可以爆洩 超厲害 打贏了所有事情 那他又沒有 他在這套動畫 也有很多不能逆轉的傷害 以及遺憾在裡面 但是那時候對於一個中學生來講 是太寫實 看完也不是很開心 但是現在就覺得他超有血有肉 就是這個主角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應該是一個人的人生 應該是在什麼階段最適合看 但是好像越早看 還有經常看 都好像有點得著 是 會不會歌頌得太厲害了 我們對於這套 也不會的 而且我覺得是 寫實的那個位置 就是 我有時候看那部戲 每個人的角色 好像看星座一樣 他真的每個人的角色太不同了 無論三個駕駛員 寧波麗 明日香 和定真智 甚至其他配角 好像是每一個不同性格 你在現實中 可以將不同性的人 去復興不同的角色 可能有些人 他本身是很自大 很起於軒狼 可能他的性格 比較像明日香 有些人可能很內向 不喜歡說話 是有些社交障礙 可能你會覺得 其實他都幾次定真智的角色 是啊 這個是在說 每一個故事 不同性格的人物 是可以讓你提供到 一些真實存在的人 或者朋友 認識的人 但是你說到角色 我又想說寧波麗 因為寧波麗的人切 是現實很難 有人能夠滿足下去 你這樣說 我知道為什麼寧波麗這麼吸引人 因為 現實生活很難有一個寧波麗的性格的人 因為他的性格就是他沒有什麼性格 是 因為他是人做人 沒錯 他是沒有賦予情感 是 而這一套最好看就是 他一開始是超級機械人 完全是 他出廠就是這個歲數 他是沒有經歷的 他簡直不是很正確 他簡直不是很正確 他是 nothing 叫什麼 沒有東西 除了 nothing 好像沒有更深奧的英文 還能大到你 很厲害 好 總之他是空白的 他有一張白紙 然後是透過主角跟他的互動 好像慢慢把他賦予了一些感情 特別是微笑之後 他學會了微笑 所以寧波麗的性格 由零到三 可能其他人的性格是有七十多 就很豐富了 就是那個情感的程度 寧波麗是由頭到尾都是零 沒有表情 突然間他笑一笑 哇你真是狗漢逢金路 已經很開心了 所以這個也是我覺得 角色設定很引人入勝的地方 就是一個複製人 然後慢慢跟主角的互動 雖然他們沒有很明確說感情線 也絕對不是戀愛線 但是他們之間的感情是很吸引的 就是他第一次崩壞了 就是沒有了 然後又找另一個寧波麗去代表 然後他沒有了以前的東西的時候 我也覺得 我都很不開心 如果最觸碰的是 他竟然是一個複製人 人造人 最後是有自己的感情 犧牲了自己去救定真治 消滅了使徒 那個感情我覺得是很驚訝的 就是你看到一個完全沒有感情 但是最後原來是透過過程中會有經歷 就是會學到很多東西 而我覺得這個也是Eva裡面 經常帶出的道理 就是無論你每個角色是 你看到他一開始第一集 什麼都沒有 或者定真治一開始是很懦弱 到之後在十幾集裡面 他不斷經歷很多成長 不同的角色 就是一個就算再軟弱的人 他最後仍然會肯挺身而出去救他 就是你看到作品裡面 他很多次都是走 說要回家 躲起來 就是不敢去打 甚至乎之後去到精神崩潰 然後就要靠媽媽自己的步驟 就是靠初號機自己的步驟去 去堆壞使徒 就是看到他從來都是一個 不斷很懦弱 就是不敢去做決定 但是看到他慢慢成長 而到最後最後那兩集 會看到他有自己去想清楚 到底想要一個什麼世界 就是他最後會發現原來 就算世界是殘酷 世界是孤獨 但是他仍然是喜歡這個世界 多於變成橙汁的世界 變成橙汁的世界 變成橙汁的世界 也很甜 多糖 變成橙汁的世界 LCL 沒錯 如果剛才說的角色 你自己最喜歡哪一個 我最喜歡寧波麗 我也是最喜歡寧波麗 我覺得明日香的角色太現實了 即是他現實到會覺得 如果現實中有這麼巴掌的女生 其實也挺煩的 也挺可愛的 也挺可愛的 但是跟寧波麗比較 寧波麗比較吸引 因為真的超然實得很重要 而且他那個絕對服從 是令到你有那個fantasy 即是你 即是你也想一個絕對服從的 絕對不是 不是 但是他是一個很 即是不知道 就是你看動畫 就是有一些現實沒有的東西 你說起絕對服從 有一套什麼 重二世界 糟了 正名 我知道那一套 我忘記了 總之不斷洗掉 撞掉重練那個 那個雷舞也是 那個造型也跟寧波麗很像 淺藍色的頭髮 又是沒有了一半 又是絕對服從 又是很瘋 即是 我不知道 可能我是好一點味 我正想問 其實是否真的好一點味 不承認 喜歡明日香 好 你明明就說 剛剛轉過來 立即轉台 對不起 真的沒有 不過這個 除了角色之外 EVA有一個 我覺得也對香港特別影響很大的元素 就是這個AT力場 雖然你現在有這個 什麼 朗基路斯之窗 可以刺穿的AT力場 但是AT力場 他通常在動畫裡 都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他好像把很多東西分隔了 心之逼 對 心之逼 他好像可以放很多隱喻 在裡面 即是人與人的隔膜 但是又可以 他是人與人的隔膜 但是他是最好的保護網 他電影裡面是用戰豬的比喻 即是你在一起就會刺傷對方 但是你太開 他會很動 即是他說心之逼 就是有個中間就有個隔膜 但是就令到人與人之間 就不可以完全去理解對方 去知道對方想要什麼 即是他的背景的設定就是這樣 然後香港就是每逢打風落雨 成哥就會幫香港開一個上班力場 頂住所有的狂風暴雨 而這個就是動畫最厲害的東西 他這個設定設定得漂亮 哇 二十多年後都還在說 即是還會用來比喻 即是其實很多條例 譬如暴走 我剛剛也想說 暴走這個條例都是來自Eva 很厲害 即是他那個 我不知道到底暴走這個條例 是不是在那個時候發明 都應該不是 再早點會有 但真的發揚光大 還有大家有那個具體的形象 是 暴走的畫面是初號機暴走 然後不斷打 即是 這個是我覺得動畫漫很強的威力 就是一套很厲害的作品 它是可以將那些元素 詞彙和形象化的物品 是融入了現實世界 這個魔力是很大 因為它是一個本身是虛構的作品 即是不是 即是你說劇都還說那些東西 那些人 演活等等 但是動漫是真的虛擬得很厲害 即是譬如我也相信 日本人和朋友聊天就是 即是做不行 有拍婚身才行 即是一定是會講這些 一定有人講 是 那這些是我覺得動漫的文化 對於人的影響是真的大得很厲害 是 但是又不是很大天那麼大 即是生活中是有少少的影響 不過你說跟香港關係 有一個我想說就是 你知道原來Eva的字體 即是不是整個很大隻的字 即是你知道哪些嗎 所有字 所有看字 原來是香港人的設計 我知 你又知 我知 因為在MIRROR演唱會2021裡面 Alton的Solo環節是穿著Eva的衣服 他背景的字 正確就是找到設計師做 很厲害 他演唱會也有看 是 所以當時就知道 原來香港人做得很厲害 我也是做研究才知道原來這麼厲害 而且是1995年已經這麼厲害 是啊 他厲害到當時已經知道香港人做事很厲害 那時候已經懂得找 那時候在日本工作 要問他才知道 他好像去了日本工作 即是香港有設計字體 然後再去配合日本公司 就過去幫他整理Eva的字體 很厲害 Eva看 到現在真的很厲害 這些一個厲害的作品就可以流方百神 是啊 沒錯 即是他真的可以設計自己的字體 可能在電腦都可以打到 也有機會 是啊 真的很棒 這個真是不得了 你說開真是香港的驕傲 真的很厲害 設計字體是一個神作 要用的字體 還有其實Eva那些圖案 即是那些 譬如人類保養計劃那些檔案 那些六角形的警告 logo 是很珍貴的 即是之前不是 其實不知道上個月 還是現在有個騷跑 還是剃騷的牌子 都還是跟他聯繫 是啊 其實我發覺很多距離的東西 很多距離的東西 即是到現在隔了二十幾年 都仍然在使用 而且是超級珍貴的 你一下子 一下子不知騷筋補完計劃 然後又有那些標誌 立刻換成 不是太多廣告 而且我之前也看到 有什麼寧波麗的唇膏 因為他那個笑是用紅色的 又出了一個寧波麗的唇膏 就是那隻紅色 這樣也想到 亦喜歡寧波麗 可以買來送給女生 那我把手拿走 拿一些很熱的東西 然後再叫他微笑 才可以 沒錯 這個真的厲害 是啊 不過我們說了那麼多 Ever的那麼多好的東西 你覺得整套電影 有沒有覺得是不欣賞 或者覺得沒有那麼好的地方 其實 這個問題問得好 我看動漫 我的心是很… 我在看的時候 沒有什麼評論 我不會評論他做得好不好 而我覺得有些人 即是有些觀眾 去看他會說那套東西爛尾 說他做得不好 其實某些位置可以很客觀地分析 但是我認為 這一類其實可以叫做文學作品 或者叫做創作的東西 很難去評論的 因為怎樣為之爛尾呢 我覺得是觀眾對於那套東西 他可能看了三十集 他可能看了二十七集 他對於最後那幾集 會有他的期待 有他主觀的期望在裡面 譬如 那個主角很慘 那個主角很上進 熬了二十七集 他應該要有個好的結果 這個可能是他的合理期望 但是 或者角色陪了他那麼久 應該會有個好一點的結尾 如果他中途無緣無故很容易 很不小心就死了 可能對於觀眾 不是一個合理的角色的結尾 我覺得難尾 有時候他們對於劇情 我覺得大部份都是對劇情 一些主觀的奇聞 所以我看也沒有這些 雖然我也會期待 譬如我見他那麼慘 那麼上進 我也想他有好結果 但是他未必有好的結局 其實這個是在說作者 他本身想怎樣就怎樣 因為這個是在說一個 每個人的合理期望和價值 可能人就覺得 努力了那麼久 一定要有些成果 或者他做了那麼久 好人要有好報 或者壞人要有惡報 但是未必 雖然現實也未必 更何況動漫世界 但是觀眾就會覺得動漫世界 應該是要令我們看得爽的 壞人當然要有惡報才爽 你令我不爽 因為壞人沒有惡報 甚至壞人更加得逞 他會覺得很不爽 其實就是那個合理的期待 或者我不會說是合理 我會說是主觀的期待 我不覺得一個動漫作品 要符合觀眾的合理期待 因為創作的作品 一句都說了 作者作主 就是我突然間寫了主角 第二 也不是主角 應該是活得後一點的 他就是主角 即是他們未必是有好的結局 所以很多人說這套東西是難的 最終最後兩集 很多人說 《新世紀福音戰士》 最後一集沒有預算 就好像很傻 彈琴彈很久 又有個當年最長的動畫定格 是 三十幾秒 我就不懂判斷 也不覺得我可以下判斷 說他爛尾 不過我看到作者 原來對這件事有解釋 是嗎 原來他之後說 他知道如果他很正常去拍 即是拍一些很傳統的動畫風 可能最後會收到很多感謝卡 終於完結整個作品 但他就說他不喜歡這樣 他很厭惡一些人去賺他 他寧願做的方法是傷害讀者 原來這個說法在很多作品都有 現在我發現 譬如《進擊的巨人》 作者早前也有說過這個話 等等 我知道你還沒看 我還沒看結局 是的 我知道你還沒看 不如留個想像的空間給大家 下一集回來我看完 先說可以嗎 到達 但我可以說那件事 舉個另一個例子 現在我很害怕 我會整個人爆炸 如果我幫《生活的立場》錄製 突然間被劇透了 我會突然爆開 我是不趕著的 但我可以說那件事 就是昨天十明天說 如果那個作品是傷害讀者的話 才會令讀者記得那個作品 那他很成功 是的 他很成功做到這件事 但是剛才所說的 如何為之傷害讀者 就是不符合他們的規模 是的 沒錯 而到底是否… 如果照他這樣說 是否每一個作品都要符合 大眾合理價值觀的結局 那那個還是創作自主呢 如果我寫一個作品 寫完角色很努力 就是他最後一定要有好結果 那不是我創作 那就沒有了我 很多時候我看到 尤其是漫畫 那些作者通常去到後期 是控制不到他的角色 噢 經常都會說這句話 這個在日本的大廠牌 或者是一些傳統的公司會有的 尤其是大眾對劇情很有期望 所以他根本就已經控制不到角色走向 或者可能他有時候 在前幾集不小心畫多一些東西 或者加了一些設定 跟他一開始做的角色設定 原來是想像有不同 所以有機會最後就會發展到爛尾 或者那個結局不是大家想要的東西 是 這個也是 我覺得是一些制爪 當然對於作者來說 但是這個也真的很現實很殘酷的問題 到底我寫的角色是頭十集超熱血 有償盡 原來他最終會因為私利 他會做錯一些決定 可不可以呢 好像沒什麼角色是 因為多數主角都是傳宗的 就是喜歡的宗 100%好人 單屎不偷吃 完全捨己為人 是不是 可不可以 我正在等待一個作品 主角是有點殘酷的 大概可以是 我知道有崩壞的作品 現在你應該會想 不是哪一套的主角也有殘酷 不是哪一套的主角也有殘酷 也會有 但是我希望 我會想看更多不同類型的人物設定 而中途變殘也是一件事 那你趕快看巨人吧 喂 喂 沒有劇透的 沒有劇透的 或者這麼說 或者閃亡不忌 閃亡不忌的主角 夜神月絕對 他絕對是踩界的 對 他做的事情 他是不是犯法呢 法律也沒有定 因為他那本是超自然的 這些是很有趣的聯想 我就是喜歡這些 因為你平時生活你不會聯想 如果有本書寫的名字 就可以死神的力量得到了 是 是怎樣呢 又很少 我這個也是動漫吸引的地方 就是超級多想像空間 很多人的劇都可以 電影都可以 但是說動漫就是 動漫那件事再誇張些 容易搞些 因為不用CG 只是畫而已 預算也是差不多 沒錯 但是譬如你覺得 譬真志的角色 剛剛也說的 人物設定上 你覺得 如果他整套 由頭到尾都不是一個 很懦弱 是一個很熱血的角色 就像你剛剛說的 傳統的動畫作品 你覺得有沒有不同呢 整件事上 你意思是 如果定真志一開始 勁熱血 勁樂觀 是啊 目標是很一致 我就要殺光所有試圖 當然 世界沒有如果藥 我的分析系統也沒有那麼強 但是 反差應該沒有那麼吸引 因為同期 90年代初也有很多熱血的機嫌成品 就是 主角很熱血 然後要打倒地球的 高達 高達另外 高達的政治元素 多到爆 沒錯 超級多不同的 又是另一個題目 可以講起 是公司與公司之間的競爭 就是兩個團體的競爭 但是 譬如 如果你說 角色轉換了性格 應該 很多劇情的走向又會很不同 而那些劇情的走向 我們可能會有個合理的期待 譬如 如果定真志超級樂觀 哇 又經常健身 面對困難 又不斷衝過去 他可能 駕駛初號機也會駕駛得很好 但是他又未必激發到 初號機的步驟 還有他可能會很早就跟寧寶麗表白 沒錯 或者混了明日香 或者電影的情節都會沒有 如果他那麼陽光 他應該跟明日香很配合 也是 或者吃著明日香 然後明日香內香 變成了 不知道 就是聽完他的話 是啊 不知道 但是如果作者寫到定真志超級樂觀 他的後期的發展就未必是這樣 而且我覺得是不現實 如果他變成這樣的人 有時候我覺得定真志的好的地方是 他真的很現實 我覺得社會上可能真的有這樣的人 有些是他害怕 他很懦弱 但是他最後也肯挺身而出的人 是 我覺得社會上一定有很多這樣的人 有啊 可能他有很多顧忌 不敢去做 但最後可能有些人推動他 或者他見到一些事情 或者不做不行 是的 他發現有些事情是不做不行的 無論如何都要去做 而定真志我認為他就是在表現這樣的角色 是的 我也是這樣的人 我不敢減肥 直到上兩個月 我去檢查 我黏肥 然後 看不出來 真的看不出來 我都不敢相信 是的 我的世界都崩壞了 很黏肥 是的 都沒辦法 年紀都不小 而且這幾年經常坐在這裏 然後我也很耐弱 拖了很久 都保持著喝汽水和吃炸雞腿 但是現在真的要做運動 得起行心 我覺得現在的狀態已經坐上了初號機 步走完 覺得還是要盡量拯救世界 去打擊脂肪的 暫時 但是我還沒拿到那支 朗基老師之槍 朗基老師之槍 暫時還是自己的赤手空拳 是的 都不用了 都夠勁了 都一直在努力 我想很多人都在努力 無論是在減肥方面 還是在掙扎 即是掙扎 都是的 最後都問 還有嗎 是的 差不多 不捨得你 我還有下一集 還是你會不捨得我們 怎樣 沒錯 你覺得Eva這個故事對你 剛剛也說了 100個人有100種不同的看法 對你有什麼影響 或者對你有什麼訊息可以給你 這條問題要用200字以上才能回答 但如果簡單回答 我覺得 某一個電視台最近有一個實況的遊戲演出 都有輕輕把訊息重新帶出來 其實主角是不相信自己和超級內弱 是 先不提他有家底的家人也很厲害 但其實作為一個內弱 和覺得自己沒有能力 和經常經歷失敗的人 他是可以放棄的 其實他可以戰鬥的時候 我不打了 就算了 又或者真的回家 或者躲起來 但其實他每一次都有去戰鬥 是 這個也是我覺得 在這一套動畫裡面 保持著每次看 都會重新再獲得到的一個價值觀 那個感覺 即他都會給我一個信念 其實他真的會繼續試 因為可能在不同的時期看 會有某些劇情得到不同的信息 是 但一個女拜女試的人 和一個弱的人 堅持去面對自己內弱的地方 都是他很關鍵的訊息 是 我不敢說是作者給我們的訊息 但是我自己懂得到 即是很快 又穿著這件衣服很弱 阿Dee假裝他 緊身衣 經常要寒貝 因為一個內向和沒有自信的人 他是想藏自己 他怎麼站著都是套著的 但是好像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好像他每次穿著戰鬥服 他是越站越直的 應該是 我沒有坐直一點 我可不可以坐直一點 坐直一點 好像剛才完全沒有做過這個貼文 下一集唯有 完全沒有做過這個停起空堂 其實去到後面 他是停得起空堂 而且是開始知道他雖然弱 但他是可以改變一些東西 是 我覺得從他救到明日香開始 雖然最終救不了 但是他做到一些改變 是會令他得到希望和力量 如果一些東西很少也足夠 是 沒錯 他可能出去還是差勁 他還不可以很容易擊敗使徒 要靠很多東西 但是這個是我懂得到的東西 還有我覺得是 在故事裡面 他經常覺得那件事可以射給其他人做 譬如使徒說 為什麼我不叫明日香去打 為什麼不叫明日香去打 但是我發現他會不斷 越來越發覺自己其實是 不可以逃避這個責任 有一部電影中 其中一個說的訊息 我都覺得這件事 到最後他都覺得 責任其實是在他身上 或是他才是要去挺身而出那件事 他都是學識了不能夠逃避 而我看到其實作者 當年製作動畫的時候 他都有說同一句話 他就說不可以逃避 因為他看到那時候是動畫的低潮 但他發現如果他不做 可能其他人也不做 所以他要堅持 就算他可能預算很少 不夠資金 他都不能逃避 繼續去做這個動畫 甚至乎沒有資金 找人再集資 再拍電影 有那種不同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他 無論是他自身的現實世界 還是動畫 都是想帶這個訊息給觀眾 你這樣說 我突然覺得作者 他除了一套 當然他整套 《新世紀呼吸戰士》的設定 是很創新 是很… 我又不可以說是動畫的革命 那麼神化他 但他當時的確是做一些很特別的作品 而在那個動畫 動漫低潮期 他去做也是超級冒險的 對 他又說到他做完結局 是收到這個死亡恐嚇 是啊 《忌刀片》 《忌刀片》好像是他創出來的 不是他創出來 是他引到那些很討厭他的人 很想恐嚇他的人 但是他是無懼這件事 沒錯 因為他覺得在當時做這件事 或這個作品 真的結局忠於自己 是他最想做的事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尊重的 他這個舉動 其實以前看的就是 《新世紀風箱戰士》先看看 現在才知道原來 當時要做這件事是很困難的 很困難的 因為真的很少悲劇 很少這一類的作品 當然悲劇這個題材 就是沙士比亞那時候已經有了 但是動漫真的比較少 你這樣說又真的少了 多數都是Happy Ending 可能是因為大部分小朋友都會看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 就是成人看的獨漫 就是小朋友是不能看的 就是頭是十八禁 有些 但是他那個十八禁的原因 未必是因為色情暴力 可能純粹是因為某些訊息 可能小朋友看完會超不開心 然後哭 或者價值觀未必能承受到 心靈未必能承受到 所以我覺得是忠於自己 就是要做一套自己想做的事 而不是大眾覺得 不如你多拍一些劇情 這樣就去做 沒錯 這個也… 如果有機會讓我做一個很悲劇的作品 其實我經常都在想 因為… 糟了 林安鼎講的 但又好像… 因為有一套快講 有一套叫做赤紅之人 都是沒有劇情 總之他很非一般 這樣就好了 這樣說沒有劇情 非一般 我覺得設定是拍得住 《新世紀歡心展示》 絕對不是神作 只是小品來而已 十多集 一季完 好像沒有續集 但內容走向很不同 跟我一般看的 不作劇情 因為我們的《新世紀歡心展示》 只是為了《新世紀歡心展示》 今晚回去提示 是啊 赤紅之人 多棒 好啊 最後我們環點回合 要說少少 《新世紀歡心展示》 講完我講你 你學到什麼 就講了 你講了嗎 就是不能逃避 不能逃避 而且我覺得角色的吸引是很重要 那個女主角真的 出了很多人看的 尤其見到周邊商品那些 其實定真寺的熱門程度很低 你發現 定真寺的熱門程度很大 定真寺是沒有的 沒錯 無論她這麼多年的熱門角色 她是從來不尖邊的 是啊 但你說寧波麗明日香那些 永遠在排名上 一定有她的份 寧波麗是高據 對不起 寧波麗是很高的排名 是啊 沒錯 就是那個女朋友設定的 可能是 理想情人 你的理想情人 我還是明日香 現實一點 先貼地 好 我們今集節目到這裡 下集我們不如說說遊戲遊戲 或者說說其他 總之找我上來就行了 還沒有時間欣賞公仔 我現在盡情欣賞公仔 好 我們今集就到這裡 下一集有其他嘉賓 其他不同節目 請大家繼續關注我們 或者支持我們生活的立場 secre 對不對 開罪 出來 回